今日,体育化报统计于2018年全世界代言收入前10运动员名单,结果NBA有3人入选,分别是张姆斯、库里、杜兰特,其中张黄的代言收入为5200万,排在了榜达的第二位。 库里的代言收入为4200万,排在榜达的第四位,杜兰特的代言收入为3200万,排在了榜达的第九位。 从张黄的代言收入来看,比他上载计3329万的薪水高出1800多万,而年薪与代言收入相加,张黄大约赚取了8529万。 这个数字与7月份、福布斯公布的基本吻合,当时福布斯判定张黄过去一年收入8550万,排在全球名人榜的第17位。 说老实话,比张黄十五年如一月的稳定,强大,至于他的身价是匹配的。 库渡二人代言收入超3000万,也比他们上赛季的薪水高。 上个赛季库里的薪水为3468万,杜兰特的薪水为2500万。 看到杜兰特的薪水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心中一阵,埃杜真的是高效又便宜,上赛季若不是他,勇士恐怕很难过火箭这一关。 而且杜兰特的薪水合同,才两年6650万,虽然已经卖上3000万年薪的门槛。 但是确实像赛季几位千万年薪先生中最便宜的詹黄、杜兰特、库里排在收入榜的前三位,与他们的实力也是相称的。 因为前几天体育画宝,在评选线一一百大球星时,就是将他们三人排在了前三的位置。 另外,在体育画宝统计的大连收入前十运动员名单中,费德勒以6500万排第一,斯罗以4700万美元排第三,老虎武兹以4200万排第五,菲尔·米克尔森·高尔夫以3700万排第六,迈克罗伊·高尔夫以3400万排第七,锦之归网球以3200万排第八,博尔特和乔丹斯匹斯以3000万排第十。 是最大的银岛的赤先设计。 那 Cinq一年,博尔特和乔丹斯区補会设定,一切是最大的银。 在第一,四环子中央的人身上是越南地,沾展特和乔丹斯区補会设定的角色。 因此,花尔特和乔丹斯区培斯区培斯区,会设计判证和表面顷的重量。